那為什麼不給他信任,讓他大家舒舒服服在一起 這個是加暴 不是一班就分手 你那些女生的感覺,睡吧 你這個紅氛圈的女人 男人不鹹,女人怎樣 就是這樣,然後打了134個電話 因為他睡覺外變態,檢查他的電話 那你們呢,你們呢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精彩 我覺得很精彩的是,這個是永世的八月光 這個是加暴 我覺得是一班就分手 你那些八女的感覺,好噴啊 不是啊,他那些很puppy love的那些 真的完全不知戀愛為何物 是啊,很簡單就沒有了 你的感覺,你現在想起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人的樣子 那沒有 有沒有其他人的聯絡 你記得了,你記得了 你知道嗎 這個紅氛圈的女人 我告訴你一些很爆的東西給你看 現在我二十多了 總之有幾年前 幾年前又找回我 他說對不起 他說之前 總之說回剛剛一起 他說怎樣怎樣 我心裡怕得過了這麼久 你才來找我 現在才說對不起 但是他找你那一刻 你的心有沒有 心軟 或者有沒有一刻會想起 可能以前 不,以前是幸福的 有一部分會是幸福的 你打也很恐怖 你都瘋了 我不是被他狂了 大哥 但是他會是 以前的Puppy Luffy 一起上學課學 然後一起讀書 然後會教他總課 你教人總課 當然啦 我以前讀書人 只不過是 同一齊之後懶了很多 表現不信 我說真的嗎 說真的 你不想問中學老師 如果有看我的節目 我怕他都會爆出來 這個人不讀書 不是,我真的 我真的因為 同一齊之後經常遲到 下一集 拿成績表出來 我可以說 分不分 我想說 我想說 我FORM3的成績表 是很難遲到 因為我已經是給他 其實他影響了我 我的事情 他是一個不讀書的人 他也不讀書的人 我喜歡壞男人 所以他就認為 我以前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他真的很白癡 覺得不壞不愛 那 都是啦 都是啦 男人不鹹 女人怎麼XX 先不要說 初不初戀 因為我11歲 學花式流冰 我為什麼會學花式流冰 就是我 在家裡 去看流冰場 那些人流冰 有一個男生很有型 他流冰 他也是花式流冰 很厲害 不是那個工作人員 不是那個工作人員 那個人我暗戀了很久 我11歲暗戀到 暗戀了兩三年 直至我遇到我的初戀 你知不知道他最棒的是什麼 正常人在身上 你出汗 應該有汗味 你覺得他香 我不知道是他的洗衣 那些怎樣 而且他越出汗 人就越香 對 是真心香 原來你喜歡臭男人 不是 人家說香 就是洗衣服 我不知道 有些洗衣粉 加上流冰 可能有些風 八衣少年那種味 對 類似那些 然後 我當時真的愛到他死 死去活樂 也是因為這樣 才學花式流冰 所以我最後就學不成 我學到四五級 因為不是自己愛 因為我去學流冰 完全是基於那個男生 我媽媽不知道 如果我媽媽看這個節目 我媽媽就說 追女 你對著這個說 伯母 沒事的 是節目效果 是 以上內容傳屬節目效果 這個是我曾經暗戀了很久很久的人 但是 現在他有點長歪了 都英俊 他也很帥 他也很帥 但他就變成流浪 他很喜歡流糊塑 不過他現在娶了一個台灣妹 在台灣定居 很棒 他本身是 後期他已經是經常周遊列國 他是很喜歡去 他很喜歡去 他很喜歡喝酒 你看他的IG 全部都是酒 很本文星 很藝術家 是藝術家 或者冒險家 那些 頭髮又不是很剪 那些都流了 然後又周遊列國 我背了背囊 衣服全都飛出來 那些 那些 真的想起 有時候想起都很開心 其實我真的很羨慕你們兩個 起碼你有一個回憶 有激烈過 是啊 激烈的海膽 是啊 有激烈的海膽 有起碼有一個激烈的海膽 但是你那個 沒有啊 完全沒有浪花 真的很平淡 那你喜歡過什麼 沒有啊 那時候很簡單 其實純粹是一起 譬如怎麼說呢 即是拍拖廊 我喜歡你 其實是隔離位 即是一起 我真的攤手手 是啊 然後 可能再說幾句 就說不如我們試一下 其實我以前也有喜歡過隔離同學 很容易的 不過現在結了分 我有看他的IG 我小學的時候 我是正班長 有副班的 然後我喜歡副班長 但是呢 令到他喜歡我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他了 哈哈 你一個人得到了 我就 快走啦 就是這樣 不過那些是小學 那些小學 都不知道愛情為何物 是不是 喂 不如這樣吧 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可以說一些爆一點 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自己的經驗 經歷 你是否想爆出你的朋友的東西 是啊 我想大家會不會分享一下 聽過最爆的第一次 第一次什麼都好 初戀也好 第一次分享一下 對 總之最爆了 第一次 我的朋友 但是 他就 被人分享 其實他之前有一個女孩 我的朋友 原來是 知道的 但是後來 最爆的了是 那個女孩 下一任就是跟他在一起 但是他兩個是做到朋友的 哦 就是 兩個穿同一條底褲 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意思 嗯 那我覺得沒什麼 你們這個年代 很普及文 我覺得這件事 你覺得好什麼 就是你無法接受 如果這樣 例如 如果 我和你是朋友 然後我追了你的兒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好朋友 好朋友 就不行 哦 超級好朋友 如果你每天都出去逛街 當然不行 但是他們兩個是分了手 例如 你和你男朋友分了手 然後我和你好朋友 然後我和你男朋友一起 然後我和你男朋友一起 他不好記 如果是普通朋友 我覺得 嗯 沒有所謂 你不是經常見嗎 但是我覺得 都會尷尬 我覺得都做不到朋友 其實 我覺得會夾在一陣子 才會做到 都未必 始終大家共用過 但他們做到朋友 共用過同一個男朋友 好朋友 我又可以 你有沒有試過 我又沒有試過 這個情 但你覺得你接受到 我覺得我是很歡迎的 你什麼 你救了 你不要 你不要 不是 重點是 譬如我和你好朋友 那我 那條子我分了手 但那條子是 其實是好兒子好好的 那我會覺得 我和你好朋友 是好兒子 OK的 是我和他不適合 嗯 但是你會想 可能他給你多幸福 或者你兩個夾 我覺得是未事 你就覺得 純粹是 我不敢 只要那一刻 不是搭著 不是搶著 都是搶你男朋友 你覺得OK的 你做了手 我覺得沒所謂 你說結了身就難搞 你有沒有試過 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個朋友是 他和男朋友一起 他會找他的閨密 跟他一起 那不搞笑 但是他的閨密 又能接受到 對 這個我真的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我覺得是髒的問題 是啊 我不是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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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你oneonone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這些朋友 但是你們接受到 我是Fan &Fan 你接受到自己男朋友 或者是曾經過 不是跟你一起沒有 但是曾經叫過 叫我 那沒辦法的 你也要接受 我也接受到 但是你會問他 你有沒有大 但如果真的 你兒子告訴你 我其實已經 會怎樣 分手 但你們已經 已經發生了 為外部長 應該要去醫院檢查一下 是啊 正常都會 我想就算 就是那個女生 會一定叫你X 是啊 他都害怕 但你都OK的 很OK的 他如果很坦白地跟你說 我其實以前也有跟朋友X 但是 如果 當他再說 我跟朋友上大陸 你會不會很害怕 我想說 你們可能會覺得 很奇怪的一個觀點 就是如果是一個很特別的 譬如我們一起去泰國 泰國有一種 洗浴方式 是叫全身洗 泰國全身洗 泰國全身洗 我只知道 爪龍筋 是那個女生 是會 脫掉衣服 幫你 用身體幫你洗澡 我覺得 真的 要感受一次 如果我跟男朋友一起去 我會叫他去試浴 是啊 是啊 怎麼這麼開放 但他會忍不住 他待會在房間喝 他一吸進去 我覺得 如果我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這麼信任他 他一定是一個很值得我信任的人 我會覺得他 男人信得 男人信一成 追追都變形 問題是你去到那個時刻 已經不是你信不信任 是生理的問題 始終人是禽獸 我覺得 人是 你有力氣交配 是一個慾望 那 當你去到那個時刻 你又不會跟他同一間房間 你同一間房間 就中了 那些 那些 衣服 對 那 他一定跟你說沒有 你都唯有信 不是啊 你看張單就可以了 我看到網上那些很好笑 看張單 對 對 對 好笑 這個不是朋友 這個是網上 看的 然後很好笑 他老公去摔骨 你們要小費6千元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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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 一定有 神經病 6千元 我們馬上教了 女官用上 對 身為妻子 如果他沒有單 扔掉 那你就可惡 有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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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記得 我對我雙戀男朋友 做過最壞的事情 是不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有些情緒病 但小時候不知道 我最記得有一次 就是 他跟了他的Best Friend 就說回大陸 她是女生 男生來的 生大陸 後期他告訴我 到他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不算有過夜了 他凌晨5點多 從大陸回來 已經直接 因為他住天水圍 我住荃灣 他直接就已經 來了我家樓下找我 那我已經不停 罵罵罵罵罵罵 然後我記得 他沒有睡覺 我是罵了他 整個四五個小時 然後罵了四五個小時 他一直在我家樓下等我 然後又說了對不起 然後我也沒有理會 然後 我就不停罵罵罵罵 然後罵到他回到家 然後我還繼續罵罵他 我整整罵罵了他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但是他生大陸 對 我不讓他睡覺 你擔心他X 對 我 我那時候 我小時候 XX的一個女生 你會覺得XX是一種牽拔下來的事 所以你小時候 你會覺得XX是一種好 對 你第一次有機會 你不會知道我有沒有XX 但我小時候 我一直都要說 但是我這次想起來 我就覺得我的精神狀態 就是那個時刻 我已經覺得是褻絲底 對 有個失控 是很失控 是不停罵罵罵罵罵 我最記得我媽媽常說 嘩你真是很好戲 你真是可以罵了他八個小時 不停 你說起你 如果你打電話 我試過 我是變態到 因為我以前跟他一樣 可能有少少的聽緒病 被人打到 我是打了一百三十四個電話給人 哇好瘋 他完全是不聽的 那對象是誰 你是初戀 所以他打你 難怪我打你 我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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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百三十幾個 大哥你知道那時候他還沒有iPhone的時候 你是用Samsung 什麼Samsung有SMS的那些 以前很喜歡 打字很快 好啦打字很快 打電話也是按一個按鈕 然後打了一百三十四個電話 那為什麼我會打這個電話呢 就是因為 為什麼他不聽你的電話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知道他已經一齊了 有iPhone 那時候剛剛出iPhone 那個WhatsApp有另一條女 其實我是 你沒有WhatsApp 別人就已經有WhatsApp了 那人家有錢嘛 但又不是給我錢 這個是科技差 你聽完我說 就是我看到他的WhatsApp 其實應該不是WhatsApp 應該是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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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沒有WhatsApp 兩個人會互相看大家的電話 其實我知道 因為他睡覺我變態 然後看到他的電話 那我就知道 那我就知道 他跟別人Hello 然後他不聽電話 我就不聽電話 等一下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遮住聲 大家真的會有一個習慣 是會看男朋友的電話 我以前會 不是 我以前是變態 我現在不會 以前我會 我從來沒有試過看男朋友 從小到打網 沒有 我以前是變態 發誓 如果不是天打雷劈 但如果別人要檢查你的電話 你給不給 很簡單 你要檢查 那我就看 哦 哦 所以大家都是會給 那個空間給大家 我是那些 例如我小孩 WhatsApp 我在你旁邊這樣坐著 叫著一起看電視 然後你回覆的時候 我會很自然地明白 裝了東西 看不到 但反而 有時候你會覺得是眼不見為乾淨 還是信任問題 一來信任問題 二來 我覺得是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你確認你男朋友的電話 你是預料會找到東西 哦 那你是要分手的了 哦 你只可以選擇分手 或者繼續在一起 那為什麼不給他信任 讓大家舒舒服服在一起 嗯 我是這樣 我也覺得是 為什麼 想起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檢查他的電話 按按Dude 你寧願不知道 就是我寧願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在變態 兩個會互相裝GPS 那GPS我覺得又沒什麼 那我就回覆一下 我們說什麼 一間在堂 是啊 很可要啊 我是說這個逐間在床 是 你是表表者嗎 差不多了 放心我們早上有一集說 最後有一集說 我免得暴露太多 下集就沒什麼說 是啊 你偷不偷吃的那些就很精彩 我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題目了 第三者又可以開一集 其實我想說 說這些一定是很多東西 其實說這些 男男女女啊 情緣啊 其實你是可能准社工 我本身已經是一個社工 是啊 愛情社工 哇 找你輔導啊 死定了 分手啊 哈哈哈 你那種愛情社工 不是很漂亮 就是 他這樣對人們分手吧 什麼啊 什麼啊 什麼感情問題建議一律分手 是啊 只有一尾而已 是啊 只有一招就是分手了 就是分手了 那你是初吻呢 你還記不記得你初吻的感覺 那你說得初戀 我初吻當然是同一個 不是啊 不是說那個人啊 是他初吻那個 那個感覺 你是 到現在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Kissi 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啊 那個畫面就是 有沒有心跳得很快 有 有 你之後是找不到的 你有沒有發覺 你打進我一個Challenge 不是啊 我是比較文靜一點 文靜的也會打Challenge的 那我坦白說 其實那個感覺好像很甜 是啊 有些不同的感覺 而且心不知為何會突然 好像跳了出來 你覺得他好像要停下來 我的心好像出來了 但是之後呢 你打第二三次就沒有了 是啊 不知為何的 心漏一拍那種感覺 你會不會是打兩三次 然後是那些來的 打兩三次就這樣嗎 不是的 現在正是焦點在初吻 不是的 我們的意思是 初吻是你之後真的找不到的感覺 是啊 但是那個感覺是你一想起 都是很深刻的 真的好像心跳出來的 是啊 我也是啊 因為我的初吻是巴士上的 哇 我很浪漫的 我在海旁 哇 你在哪裡啊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下一步 突然 難怪兩三次就 你根本整集都是看的 做完了 拜拜 難怪一點 難怪這麼是偉外鼓掌 是啊 其實是 我不知道你小學會不會是 拖手 舌舌才叫拍拖 那正常是嗎 以前是 無端端會撞到嘴邊 你算不算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撞到嘴邊啊 你發生什麼事 會撞到嘴邊啊 三四字 啊 真的不小心啊 哎呀 你又浪漫了 這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啊 為什麼無亂的啊 不是啊 不是沒有那種初戀 就是沒有那麼深入 喂 你的人切都倒了 又說很文静 但是呢 先不要這麼說 我在初戀之後 有一次的拍拖 有一次的拍拖 我找到初吻的感覺 其實很難啊 那個男生呢 他有利環 然後再加上 我當時是在鋪鋪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我們還在地鐵那裡 地鐵打車輪 我記得 那時候感覺 就好像整個世界 地鐵沒有人 停了 對 然後呢 他又有利環 然後我又有鋪鋪 然後那個 怎麼啊 這個什麼 怎麼啊 一點點都不浪漫 怎麼啊 但是你跟一個有利環的人 打車輪真的很棒 我只是試過利環什麼 你下次千萬不要再穿學生衣服 你這樣會令到 全世界的中學生 你會教壞中學生 你的氣氛 大家去到差不多 我很想爆一個 我聽過最爆的 一個第一次 就是 有些宗教 可能某個宗教的人 奉聖一件事 就是沒有婚前行為 哦 基督教 對 一定要結婚後才有行為 是啊 不是很好笑 然後呢 有一個女生 一直維持 遵守這件事 跟她的男朋友 都一起了很多年 嗯 嗯 然後當他們 真的結婚了 第一晚 嗯 開獎的時候 嗯 發覺 全盛時期 只有2CM 就是這麼多 什麼A有沒有 嗯 這樣就少了一點 然後呢 為什麼這件事會爆出來 就是因為她老婆想離婚 當然啦 哈哈 喂 你入了沒有 哈哈哈哈 不是 這個問題啊 看不到啊 就是我在想了很久 對啊 我在想了很久 怎樣可以全盛時期 只有2CM 她有沒有誇張了 可能還未至於2CM 她老婆 形容就是女舌小朋友的 哦 未完全發育 所以其實很危險 就是我覺得 毛都未生成 我生成毛 但是 經常我很贊成 首先 那些人經常說 要拍拖是有盡情 先拖手 然後怎樣 但是有時候我又覺得 一定要試車先 要試車先 先試車後拍拖 不是 如果真的要結婚 因為是一輩子的嘛 對 即是試車後再結婚 是啊 即是結婚前那3天 嘩你不行 立即離婚 那你不會 每3天 初戀都 你有沒有搞錯 結婚前有3晚 是什麼單身 但是你不會結婚前才可以 可能她的意思是 如果基督教那些人 是不可以婚前性行為 可能結婚前3天 都不行 他們一定要分行才可以 哦 基督教一定要結婚才可以 是啊 所以經常都說 那些人當然說 不鼓勵婚前性行為 但是其實 你要明白 我覺得 大家是層面人 嗯 即是性和愛是物不可分的 是啊 即是你很多時候 即是我做 即是叫做準社工 即是我們做過一些 兩性的研究 都會有說 其實很多時候 男女離婚很大的原因 就是性生活不協調 嗯 即是這個是真的 真的有研究 這個真的有阿澤想說 你現在有性生活不協調嗎 不是 不是現在 當然是說之前 大哥 現在性生活不協調 怎麼可以 可以看到鏡頭這麼直接說 待會你男朋友看到 不是啊 就是因為他男朋友看到 嗯 你明白嗎 不是 他兜個圈稱讚 當然啦 當然啦 所以我就說 因為他們 是 最刺激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 除了這方面之外 是非常合適的 噢 那個男生也非常好 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那其實都可以不用離婚 那就是這麼久的自己去玩 但是他覺得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然後再做那些試管嬰兒 那些就可以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受到印 只不過是 但你受不到印 你入了出來都脫出來了 但是我朋友是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麼多年都是處女 那老公又不介意他什麼 但是後來他就生了一個小朋友 但是是視短嬰兒 沒有XXX 還會處女 這麼多年結婚十年了 那也沒有什麼 大家可以接受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兩個人可以接受 但現在就是 但是為什麼男人不肯碰他呢 其實男人肯碰他 只不過是女人 好像覺得很痛 只要第一次進去就 真的應該不是太強了 他老公太太強了 你竟然想不到 我想說一些很爆的事 她剛巧說起2CM 以前有個朋友 她跟我說 我第一次跟男朋友 本身是柱 後來她可能流了少許血 但她第二次就流血 她又說 我不是破柱了嗎 但我最記得第一次完結後 我真的沒有怎樣流血 但她痛了很久 她那種痛好像M痛 是痛了很久 很辛苦 她不是那種 以前有些人的迷思 可能男性會不知道 就以為是那種撕裂的痛 其實不是的 是好像M痛那種痛 她是否把你的子宮放進去 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都會放進去 是啊 真的 真的 逼我說這些話 我們付費頻道就解鎖了 那時候我記得 踩單車 是真的試過有些血 我還以為自己是M 然後就沒有 所以其實踩單車 是真的會 令到柱裡膜會沒有了 即是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柱 會的嗎 會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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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柱裡膜有分 每個人是天生 即是每個人不同 如果你是生得出一點 就有機會 就很容易做運動的時候 就會破了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柱裡是沒有血的話 就不代表她一定不是柱裡 香港的性教育 其實非常之落後 我想說香港的性教育是從1997年開始就沒有修訂過 還有學校沒有強制的性教育 我有 你有 沒有強制的性教育 但是我是 總之我是六年級的時候已經在學性教育 大上的性教育 即是香港很簡單 香港很簡單 真的很明顯是生理上的 即是男生的故事 就是女生就這樣 你不會自己 但是就不像台灣那種叫做兩性教育 即是他們學完之後會懂得尊重女性 或者她會懂得尊重男性 即是我覺得香港落後載的地方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算這個節目說這些都好 我覺得有時候都要帶回一些正確的觀念 因為不知 始終大戲世界 你不知會哪一個看到這段片 什麼啊 你知不知道 有些就是因為 完全就是Emily說的那件事 就是因為香港的性教育 真的比較落後 對 而到小時候 有很多那些男同學說的東西 都是很不過腦的 他們會說 他們會說 你會不會自己搞自己的 自己搞完自己 你破了柱 對 即是自己的智慧 是會破柱 這個已經是一個錯誤的功能 第一次你不會覺得 什麼叫智慧你完全不懂 但是那些男生就是 所以智慧會打XXX 不是 女生 女生打XXX 這個就是 看不到 就是她讀的性教育 沒有用 這個就是典型的小學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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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不是 其實我覺得 第一次真的 比較 不是 我先普及 就是 智慧 是不會引致 處女膜破裂的 對 因為處女膜可以通過 就是一個男性的 成年男士的兩隻手指的粗度 嗯 都不一樣 因為處女膜本身是會有個洞 在中間 大家不要再說什麼女性智慧 你自己智慧就是沒有了處女膜 不要再說這些 對 而且真的那種痛 我覺得 總之是一世男膜 好像M痛 現在就是男生有些不知 然後就很輕易地說那個女生 一見不到血就不是處女膜 然後就屈那個女生 你不是處女什麼什麼 對 都不知為何現在科技這麼發揮 對 還有男士對處女有情意結 對 這個是 這個是no good 補處女膜的 是不是真的 對 有得手術修補 我只知道現在 所以不是很變態嗎 其實 都是密化了女性 我覺得 為何要一定要這樣做 為何要這樣做 對 令到那個男人每次都有開箱的感覺 對 為何要這樣做 可以了 要混在房間裡 和你做一天性教育 關燈 拿一個寫張照著 對 開箱 其實我們東西寫都七八八 酒我們就喝得差不多 這個節目我們都會維繞著 兩性的話題 不會說一下我們自己個人的經歷 你覺得下一集想說什麼 下一集就到時再看看大家的反應 或者其實你們大家如果有些 留言 好爆的故事想和我們分享 其實都很歡迎大家可以Inbox我們 喂 Q&A 可能有些什麼話題想說 或者有些什麼你們想知道 或者你們本身自己有些什麼 好爆的經歷想我們代你說出來 你就會變成我們口中蛾的朋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節目 如果喜歡聽我們三個女生吹水 說一下我們自己的東西 多點支持一下我們 做不做下去就是看大家的view數 今天我們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和大家再見 拜拜 乾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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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